上回说道,14岁的高成,因为与自己的继母正打车,偷偷玩禁忌游戏,差点被高欢废掉继承人的资格。 最终在司马自如的帮助下,高成才获得了父亲的谅解。 然而在不久后,早说的高成将再次因为非礼边的老婆,而引发东西卫之间的又一次大战。 躲过了这次劫难,高成的接班人地位从此也巩固了下来。 第二年便从晋阳进入夜城任上书立,领军将军,荆棘大都督之职,担任起了辅政的角色。 两年后右肩设立部上书,夜城的文武百官初始认为他还是个少年,以致辅政不过是挂个虚名。 然而高成不但亲力亲为,处理起政务来也井井有条,而且作风颇为严厉,对那些薰贵显患也不假情敏。 年方若冠的高成思路清晰半是雷厉风行,他用实际行动证明了自己不仅善于蔫花惹草,更擅长治国安邦。 他不仅是个泡妞天才,更是个政治天才,其实这正是老谋深算的高欢有意安排。 因为此时在东魏内部,还有些不和谐的音符,但这些都是高欢的老战友老哥们,有些事情高欢碍于情面或隔于局势,自己并不方便去做。 一向善于借刀杀人的他觉得,有儿子高成出面会更加合适,而且高成并无军功,借辅政直接早早树立个人权威,对他日后接班也有好处。 这期间高成接连干了几件大事,他颁布了在我国法治时尚,具有重要历史地位的林芷歌,为后来随唐的法律制度奠定了基础。 其次他还废除了自北威孝明帝时期以来,沿用了二十年的选官制度,廷年阁。 所谓廷年阁就是不问才能,受官一律一年资分心后,高成兼任力不尚书后,对此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。 他的原则只有四个字,违载得日,而选官的唯一标准就是才能。 于是高成提拔了一大批年轻又有才学的汉人大族子弟,进入各级政府,同时还网罗了一帮才子能人,作为自己的门客。 当然高成并不是一个人在战斗,他有一整套自己的班子。 其中最得力的助手是崔仙和陈元康。 崔仙出世于山东大作柏林崔氏,年轻是与高钱关系很好,他还把自己的妹妹嫁给了高钱的二弟高仲蜜。 后来他受到高欢的赏识,被任命为丞相扶长使。 崔仙不仅有学识有能力,而且还极具魄力勇于认识。 高成和他在一起非常投缘,便让他担任左成利不郎,相当于自己的助理。 林志阁就是他主持制定的。 崔仙还给高成推荐了不少人才,其中有一个就是北第三才中的著名才子刑少。 不过刑少却经常在高成面前说崔仙的坏话。 高成于是对崔仙说,你老说刑少的好话,但他却总说你的坏话,你可真是个大呆瓜,被他卖了还帮他。 崔仙却不以为然倒,我说他的优点,他说我的缺点,这些都是实话我感觉挺好。 从此高成就对崔仙更加器重。 而陈元康则出身汉威,他不仅博学多才,而且性格机敏处事谨慎。 本来他在高敖曹手下当济世,但一起意外的喝酒事故,却改变了他的一生。 高欢原先的大成相公曹孙谦,喜欢与高济世司马自如等人在一起喝酒。 这几个人是逢酒必和喝酒必疯,结果有一次由于高济世等人劝酒太厉害,孙谦居然因饮酒过两而死。 后来继任的公曹,包括大才子未收在内,高欢都不太满意。 便半开玩笑地对高济世说道,你小子劝酒喝死了我的孙秘书,不给我赔一个那可不行。 高济世便推荐了陈元康。 结果高欢对他竟然一见如故,从此陈元康便成为了高欢的亲戚。 这次高成入夜辅证陈元康也随其进京,高成对他几乎言听计从。 在年少气盛的高成主持下,东魏的朝政可谓是朝气蓬勃焕然一新,而对于杜碧早就诟病过的熏贵贪污腐败之风,高欢这时也有心借高成之手加以整治。 为了树立典型,他们也俩甚至不惜先对亲戚动手,头一个倒霉的便是魏景。 魏景是高欢的姐夫,也是最早助他创业的一批骨干。 因为是近亲高欢一直对他颇为伪重,但此人的能力实在平平。 寒陵之战时重军皆洁,只有他统领的部队失利。 后来任冀州刺事,他又蒸发民夫替自己捕猎,结果竟死了三百多人。 其余贪污受贿之事更是没少干,高欢虽然为此没少批评他,但也仅限于口头批评而已。 尽管如此魏景还不大福气,有一次魏景和涉敌干同在高欢面前排座。 涉敌干半开玩笑地向高欢求官,说自己愿意去当御史中了。 涉敌干是高欢的妹夫,在清贵里算是相对清廉的一个。 但他当时已经官居太保,而御史中卫品级只是从三品,所以高欢表示诧异,问他为何要下囚悲观。 涉敌干说道,御史中卫虽然品级低但主管司法,我是为了制裁魏景。 高欢觉得涉敌干黑得漂亮,就叫身边的弄尘去剥魏景的衣服,意思是你既盘剥老百姓,就别怪我盘剥你。 便拨高欢还便说道,看你魏景以后还敢不敢再贪。 魏景老脸长得通红,反不道,你说我贪,我给你算算咱俩谁贪得多。 我只不过是从他人取财货,而你却割去天子的税收和国库。 高欢听了笑而不答,这回高城扶正,对这位姑父可就没有他老爸那么客气。 而且据说两人还有私怨,因为魏景有一匹过下马,也就是一种绣针挨马,高城于是想要。 魏景不但没给还说了几句风凉话,不久高城便找了个藏匿逃犯的罪名, 将魏景关了下来,魏景大怒叫崔仙传话给高城,说你小子现在富贵了,就想杀我不成。 其实高欢父子没想杀他,只是想借此警告他收敛一心,顺便说个反腐败的典型。 现在儿子既然扮过了黑脸,老子就接着去唱红脸。 于是高欢亲自来夜城,向孝敬帝齐起,说没有魏景就没有今日的高欢,希望陛下法外施恩。 这出戏演了三回,孝敬帝才准与宽敏,只是将魏景从太尉降为了票级大将军,开府一同三四。 事后高欢还带了高城到姐姐家中探望,魏景却云怒未消,仍躺在床上不动。 高欢的姐姐也责怪他说,你姐夫都快死得碎数,何必还这么折辱他? 我当年帮你高欢坐着坐那,手上都累出了简姿,难道你当了打官就都忘了吗? 搞得高欢不得不做出一副内疚的表情,还装模作样地拿棍棒责罚了高城一顿。 总而言之高欢父子之所以演戏演得这么辛苦,无非是为了整肃东魏的励志,同时也为了塑造高城接班人的个人威权。 然而到了武定元年2月12公元543年,一则令人震惊的消息,却传遍了整个北方大地,东魏北玉州刺史高仲敏占据的虎牢投降了西魏。 而这起事件又是与高城的好色不检点有关,高仲敏是高昂的二哥,在渤海高师四兄弟当中。 高仲敏颇通文史,与豪霞上午的另三位兄弟秉兴本不大相同,也因为家庭的关系,他很受高欢重用。 先后担任过尚书佐诚和御史中卫等要职。高仲敏的前妻是崔仙的妹妹,但后来不知为何却把她修了,领取了闪着刺史李徽伯的女儿李昌仪。 李昌仪不仅貌美如花,而且十分聪慧,善于书法精于奇数,堪称文武双全。 高仲敏气久迎新抱得美人归,自然非常开心。 与之相反的却是崔仙觉得很郁闷,因为她自己的妹妹竟然被人像甩鼻涕一样随随便便的就被甩掉了。 而此时她正是高仲身边,红得发紫紫的发黑的首席红人,高仲当然要为她出头。 于是高仲亲自出面,很高调的把崔仙的妹妹改了嫁。 很明显高仲敏得罪了崔仙,也就是得罪了执政的高仲。 但她认为自己是创业元老,根本就不把这当一回事。 论辈分你高仲还得管我叫爷爷呢? 这段时间,高仲敏在东魏担任的是御史中卫这一要职,她是个念旧的人。 玄荣的御史有不少自己的同乡好友。 但在高仲看来,这些人大多不符合要求,要么学历不行,要么能力欠缺。 于是高仲便屡次驳回了她推荐的人选。 如此一来高仲敏不免心怀怨恨,她觉得高仲这小子做事不太公平, 又胭脂往崔仙脸上扑,但没回去往她头上糊。 心里感到很憋屈的高仲敏自然也就没有工作热情。 于是她上班开始混日子,工作上也是乏善可陈。 御史中卫的职责主要就是纠正不良作风,弹劾不法分子,而她却是一位纵容一团和气。 高欢对此极为不满,便对她进行了严厉的批评,这让她心里更加不安。 不久又发生了更严重的一件事,那就是崔仙为了报复高仲敏。 她在高仲面前多次透露,高仲敏的心腹美艳无比,挑动她去给高仲敏戴绿帽子。 高仲连老爸的女人都赶上,哪里会在乎一个高仲敏? 于是在一次偶然的机会,高仲碰到了美艳的李昌仪,顿时色心大动,就好像老猫见到嫌疑,松鼠看到松果一样垂涎三尺。 高仲这个人不像别人指挥纸上谈兵,心有意而胆不足,她是个实战派,甚至遇到美女必须亲自抚慰的道理,因此当场就要对她非礼,甚至是把她衣服都扯烂了。 不过由于李昌仪有点武功,加之拼命反抗,高仲这一次并没有得逞。 看着自己的娇气满眼势累,高仲敏欲哭无礼,工作本就不如意,如今老婆又被调戏,高仲敏很怨问很失忆也很生气,我们渤海高家为你们父子做出了那么大的贡献,做出了那么多的牺牲,本以为应该好人有好报,没想到却是老婆被你们搞。 这怎能不让人感到心酸心凉心寒心碎心如刀脚,她越想越窝火,然而她却很无奈,高仲毕竟是渤海王世子当朝的上书令,而且看样子很有可能就是未来的皇上,到那个时候自己和老婆李昌仪的命运就可想而知了,而这一天是迟早会来的,她越想越感觉不安,她觉得必须给自己谋条后路,而且她还要报复,她要把高欢父子的天下搅得天翻地覆,别把我当成唐僧,我可不是什么省了的灯。 经过再三考虑,她决心叛逃西魏投奔宇文泰,同时她还准备给宇文泰献上一份大礼,那就是虎牢。 虎牢是北渝州的治所,位于洛阳以东,来年松月北宾黄河,山岭交错一手南宫,历来都是兵家必争之地。 一旦虎牢落入西魏手中,东魏的首都夜城乃至高欢统治的核心地区,河北与山东等地都将无限可守,只能沦为西魏带宰的高阳,虎牢的战略地位由此可见一般。 既然主意已定,高仲密就开始了紧锣密鼓的行动,经过她的主动请求和四处活动,她如愿以偿地被调任为北渝州刺士。 其实这时高欢已经对她已有所猜疑,所以她就派了西首星,专门负责虎牢的惩罚,并对她加以监视。 然而高仲密毕竟心思缜密,经过精心策划,她在一场宴会中埋伏壮士,擒获了西首星,随即控制了虎牢城,并派人活速入关向西魏规附。 随后她写信给四弟高纪士,让她与自己一起行动。 高纪士在二哥和高欢之间,她毫不犹豫地倒下了高欢这一边,接到信后她马上向高欢请罪。 与此同时高仲密还派人前往老家冀州,联络自己的宗族故郊,让他们在河北起事。 渤海高士在当地树打根深,一时间整个河北人心惶惶,高欢赶紧派出冀州另一大族,渤海峰市的掌门人风龙之。 毕竟风龙之的影响力,与高仲密相比,就像澳洲大龙虾与虚义小龙虾对比一样。 根本不是同一级别,她一触码河北很快便安定下来。 高仲密的意外判定,让高欢非常恼火。 自己命令安排了人手,对高仲密进行监督,却还是让她判想了西魏。 但高欢没有怪罪自己的宝贝儿子高成,而是追究下来,把这件事的主要责任怪罪到了崔仙头上,一度想要杀掉她来泄愤。 高成文之赶紧把崔仙藏了下来,然后来向父亲求情。 最后高欢说道,不杀她也可以,得痛打她一顿出出气。 高成不好再去,只好交出了崔仙。 但他私下却又找到了高欢的亲信陈元康,拜托他再去给崔仙说情。 陈元康来见高欢时,崔仙已经脱光了膀子,趴在院里准备接受掌刑。 陈元康赶忙急行入室对高欢说道,大王方以天下赴大将军,大将军有意崔仙却不能免其兆。 父子之间尚且如此,更何况是他人,意思是提醒高欢不要因崔仙一人,而影响了他们父子感情。 以免让外人以为他们父子伯母。 高欢这才饶过了崔仙。 然而高中密的投底,还是引起了东西伟之间的又一次大地震。 那就是已经拉开了序幕的王山之战。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